大家好,歡迎來到恐怖一粒鐘的晚上 今晚又是自己做的,Icy樓下有混亂又不能回來 那你自告奮勇就行了,你騙我了 有沒有東西做,我做節目就行了 今天在元朗開閻光 你為何要打散呢? 線,是發線來的,我們開閻要有些工具 我特意拿出來看,是有意思的 這個我們叫流動壇 讓你看看正面是怎樣的 是千變一符 兩邊都有東西,納口 有個假的 我們做甚麼? 流動壇 我們就動在這裡,請神做事 開閻這些類似法科的東西,我們就要用到 平時看風水那些就不用了 我狗病未遇,又回邪氣攻心 你幫我拍兩件事就不行嗎? 不是用這些拍的,拍的不關這些事 不是用這些拍的? 是另外一種 幫我拍,弟弟拍兩下 打了一些邪氣出來 你說的那些,可能你在電視或甚麼見過那些 其實就是另一種的發線 就是醫病的 我真的,你說開 我之前,最初先背痛 痛了很久 很痛,好像有人捏著你 我以前公司旁邊有個彈 有個姐姐的 那姐姐真的抓我進去 她說看到我有東西,叫我進去 然後就拿一支發器,哭 在背部醫病的 當然,真的沒有事 即是不是開玩笑 有用的 或者她會針灸那類 知道你的穴位 穴位的痛症是有幫助的 她有學衣的 我捏一把 一月之後到現在就不行 很不行,不是少不行,是很不行 那時候你開始有盤骨,說不能行走 很大 現在不是也能行走嗎? 你見到我能行走,我是阿紀師傅 我吃了一粒刀藥,然後我貼了幾塊東西 你看到後面,貼了幾塊東西 然後還去針圓,去墊圓,去拔圓 我才走得沒有多遠 快點來吧,慢慢來 今年運濟,我運濟 我忘記年初你幫我看過,我忘記了 我看完相片,我忘記了 我告訴你,又忘記了 下次我寫下吧,不知怎麼搞 錄下錄音 錄下嗎? 錄音可以的,我的客人都經常錄音 現在很大劑 希望過了今年後,明年會不會好一點 不就是什麼啦 約個時間來我的店,或者來我的壇 真正的收拾 真的要,真的不是開玩笑 真的想不成功,想來想去想不成功 要搞 說到那些韓天文,你最近怎樣 我? 很亂,你經常會出街,安全嗎? 我們的老人家,出街都可以的 還可以的 還可以嗎? 所以我這個月… 你會說黃大仙,黃大仙很熱鬧 簡直就是在我樓下而已 是嗎? 其實這個月,我好像有四天都沒有開店 一月四天很少,沒有開店 現在是九號而已 不好意思 但幸好,我通常出去做法科,做風水 變成不是坐在店裡做戒籤看相 但我們很多行家就慘了 即使團 那些團,有些行家專門做日本團 日本團可以的 不是啊 上個星期六月尾訂好,訂了那些 上個星期就離開了 沒有的了 之前是六月給了錢的那些 清靜的 要來而已 剛剛我們網友,趁清靜就是黃大仙 先問問問問問問基基師傅 高翼上朝 是 高翼上朝 下去找高翼上朝就怎樣了 在二樓 一樓 即是上一層 幾好撥 一三二 但不要隨時下去 你最好問問基基師傅 是不是在那裡 一定要約 因為他經常性都不在 他經常性都不在 所以落到網門爹 說正經義 早前彈了那一宗證給你 我老友 他無端端收到神秘短訊 很奇怪 又六六六 我晚上就嚇他 我跟他說 我看魔鬼號碼 我之前幾集說過 我老友 我叫他來找你 他沒有跟我說 事情是怎樣 是否真的有邪靈入體 還是怎樣 首先他在家裡拍了一張照片給我看 在照片中 我看到他眼珠後面的倒影 的確有個女士站在那裡 當然他拍的時候是家裡沒有人 然後告訴他 然後問他 過往的事情 推敲 的確有些以往的冤親債主 對他有些衰索 難搞嗎 都難的 因為其實我們說 最難搞的是一些冤親債主 什麼叫冤親債主 就是你真的有欠他的東西 他又帶一條道理來拿東西 回來拿東西 那要化解一下 要的 也不是說未必是一次的 要逐點去解決 真的有那件事 有的 那那個訊息是恐怖的 如果你找到是一個女 我自己感覺到 我覺得她不是一個 我感覺到 我免得嚇她 我感覺到不是一個 坐過來感覺到 還有一隻狗 他在我店裡 我店裡有彈 我寫個花字 我用手去跟他感應 我看到一隻狗 狗是很淺色的 小隻的 中型犬 我問他是不是有 他很久之前就有 好像以前 以前好像不知道是女的 還是誰的 走了 我說不是 在你家 不捨得你 除了一條女之外 還有一隻狗 我知道 然後我之前還沒去找你 他說糟糕 再之前 狗不糟糕 我跟他去你的館 我跟他去過 其實他拜的時候 我有觀察他的 我們拜就 很爽 我感覺到他是不自然的 我也覺得 他應該有些東西 就是硬是有些東西 誰知道 最後他收到訊息 一看 嘩 這麼恐怖 立即叫他來找你 是啊 其實他要徹底些去搞 其實很多事情都要 從心底裡出發 其實 我覺得挺猛的 我覺得不是很猛 但是不是普通 在街上撞到 不是 你攪兩攪 給他走 絕對不是那個什麼 感覺到的 在街上你不小心踩到他 不是那個味 那你在十字路口 擺一擺一擺一腳 搞定 他追著搞的 真的有債拿 是啊 其實這件事挺恐怖 不過又不方便說 那個人不能說 好了 今天呢 近來有沒有怪事 鬼故 告訴大家 我有一位舊同事 他看到我有節目做 他彈了一個小時候的靈異故事 你以前都不知道 你還未是術數 王大仙助陣的時候 做聖行 你的款式做什麼 我的款式 像什麼 設計那些 設計 很多人 不是 你以前做什麼 海關 柳記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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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很多人說 我做髮型師 或者設計師 總之 設計師 那些 通常都是說 但我又不是 不過有一點點 以前 但如果說近期 比較近期 我是做藥廠 做藥廠 做藥廠 是的 那些 這個舊同事 他就說 當時他是一個小朋友 幾歲大 和家人 和媽媽 和表姐 和舅父仔 都差不多年紀 去沙灘玩 當時 正午時 很好太陽 整個沙灘 很多人 香港人很喜歡 租把太陽散 一家一家 都被動了 好了 玩完一輪 我這個朋友 姑且叫她陳小姐 陳小姐 回到太陽散 坐下休息 當時幾歲 他說四五歲 總之幾歲大 坐下休息 坐下坐下 突然 她的表姐和舅父仔 差不多年紀 大幾年 搶了她的水泡 衝 一支箭 飛到海裡 那小朋友就追 幾歲大 搶了她還不追 一路搶了她 一路追我追我 追什麼 那些 陳小姐就真的追 追追追追 一路衝衝衝 跑跑跑跑 跑到出海中心 跑到出海中心 突然間 她媽媽 有個女人聲 突然間 她媽媽在旁邊 一扯扯著她 喂 你幹什麼 一支箭跑到海裡 去到胸口 差不多 她說 表姐和舅父仔 在搶了水泡 還指著前方 然後她媽媽說 哪裡啊 哪裡啊 那裡 然後她媽媽 再喝她大聲一點 哪個地方有人啊 然後再霧一霧 她醒醒一醒 才看到前面 真的什麼人都沒有 再回頭看回沙灘 基本上 其實已經是黃昏 黃昏 黃昏 整個沙灘的太陽散 都收光了 只剩下她家裡的靶 這個 時序錯了 看這個世界的時序錯了 沒錯 然後看到親人在旁邊 其實是沒有人的 出在外面 有假的幻象 沒錯 類似那些 然後走出胸口 其實就是要命的 因為小孩子 你知道沙灘越走越斜 他突然只有幾歲人 他一下子中了 他不懂得回頭 你等一下就找不到他 再加上黃昏 水漲 開始水漲 他會浸死 要命的 是要命的 她媽媽渴望她 扯她回岸 她還要多問一句 那我的水泡呢 然後她媽媽還告訴她 你今天也沒有帶水泡 那有一些 前世冤今世債 拿她的命 可能是 那這個女生 也應該怪命 到了長大了的時候 小時候死不去 有些怪的經歷 之後我再去找她 跟進一下 看看有沒有其他事情 先爆一下 暫時這個故事 她就是這樣說 是一個時間空間的問題 等於有些所謂 跌了一個平衡空間 或者結界那些 突然間 你在一個很短的時刻 記得我剛才說 正午時分去 很晚太陽 整個沙灘滿太陽散 很多人 她玩了一陣子 累了 坐下了 休息了一陣子 然後就看到 那個所謂幻象 那我可以解釋一下 我可以解釋一下 好 解釋一下 這個小妹應該是當時的 怎樣 她玩了一陣子 其實就累了 累了的時候 在太陽散上 就睡著了 被鬼迷 根本她還沒醒 她在發夢 一夜衝出去 其實她在夢裡 到她媽媽叫醒她的時候 她去到海中第二次才真正醒 也是被鬼迷 一定是 其實她走出去的動作 就說是一個類似夢遊的動作 對 我就說是這樣的 像是睡著睡覺 這些很奇怪 都有可能 其實等於我們有時候處理的個案 所謂奪捨 靈體入侵了她的事主 然後做一些事情的行為動作 甚至乎說的東西 看到的東西 完全都不是她自己本人的感覺 我有以前 因為我有個朋友 他是泰國那科 聘請泰國師傅過來 有些人會進來做法事 奪捨也有 捉鬼也有 狗狗也有過去看 但是很難分 有些人上來 總之你見她就不對勁 有些人說話都 狗不搭訣 但看到她的眼神 就是這樣 但是很難分 她是精神病 沒錯 其實我們處理的個案之中 瘋喪和真是鬼上身 其實大部分 十宗有著七宗是瘋喪的 當然她之前可能撞了邪 令到她害怕到傻了 或者撞著了一個按鈕 或者混合一碟 或者她根本有問題 有問題令到她撞邪 或者她撞邪令到她有問題 有問題之後再又撞邪 之前我有一集都說過 等於好像一杯水 你滴了幾滴黑色下去 變成灰色 你怎樣變回完全清晰呢 是很難的事 但是怎樣去分 簡單說 撞邪的人 她在她自己的精氣神弱的時候 她會被靈體侵佔 完全做的事 不是她自己所做的事 但也會有一些時間 人會弱,靈體也會弱 有些時間靈體會弱的時候 人的精氣神出來 她就懂得去找人幫忙 她就真的會告訴你 我有這樣的事 什麼什麼什麼 整個來龍很清晰 很有次序去告訴你 但是神經病的人 她基本上 醫生都醫不好 神經病 24小時都是傻的 有些人不是的 不過你說的 多數 都有一個項目 可能她那個鬼躍的時候 她又想回到那個人 定點 於是可以找人求救 因為剛才你說的 我之前上個星期 有一個朋友 她在精神病院做的 她就說 見過兩個人都說過一樣 她說晚上有些人 即是她晚上有些人人 當然不是人 就在那些病人那裡吸引他們 吸引他們 就抽走 抽走去上天花板 幾個人都說過 即是看到那個病人 升了上天花板 是的 那件事是這樣的 話說有個病人 就經常在牆 即是在牆上 拔腳下來 就說你拔什麼 心想有病 就吃藥 接著她就拔一些人下來 那她就說 為什麼你拔一些人下來 她說有些人 就晚上抽一些人的人 上去上面 她說你在那裡 她那個人就不出現 你不在那裡就出現 那我的朋友 她在病院做 當然是當你 想大了 神經病 誰知道後來有另一個 看相佬進來 看相佬 就是看到之前那個人 說同一件事 同一個情境 但大家是不同時段 所以她說不到那個人 那個情境給她聽 她說同一件事出來 她就覺得有點信 你說開又開 我有個親戚 她真的在這類康復中心做護士 她有些故事說過 不過現在突然忘記了 我先找出來 我問她 你問她 所以有時候會不會 他們抽一些 有的 雞鮮還是蛋鮮 這件事不知道 人是夠 意志力夠堅強 其實沒有事 很多時候 當然 意志力是可以勝於一切的 是啊 你夠戰勝 你向正面 我戰勝去 醫治自己病都可以 意志力夠 嘩 我也曾經意志力夠 真的不行 這次 都見過很多人 很多人說 不能上班 都見過其他人 但有時候 靠意志力就不行 好了 今天還有些零碎的鬼故 有些適合你那篇 適合你說的 上個禮拜 昨晚那集 上個禮拜 有些女明星的鬼故 今集還有的 我們先看看圖片 先說了兩宗 那個網友發表我 叫我說的 她問 她聽過我的節目 就說 久不久 有些家人 就報夢給我 即是有些祖先報夢給家人 她說有件事 看到她說過 那些糞便一看上去 已經沒有戲了 是嗎 我們看吧 就是叫做武器 適合你所說的 即是沒有了 好像人生病了 簡單來說 為甚麼叫武器 其實 很難三言兩語 告訴你 其實等於 例如看水果 你一看上去覺得它是新鮮 或者放了很久 快要爛了 有些人有機會帶你去西貢 有一個很奇怪的墳 帶你去看看 好 是孤墳 好 我想研究 這個墳究竟是多久之前 沒有字嗎 甚麼字都沒有 有字 寫甚麼 就這樣寫著 網山 甚麼人 這樣 網山 是啊 在西貢 即是年份沒有了 沒有了 沒有了 我真的想看看有沒有戲 好 或者你拍一張照片 如果可以 一個人不敢 一個人不敢 叫武器才敢 好 講這件事是這樣的 有個女人 她是讀一些博士的 即是讀科學的 理科的博士來的 她經常夢到 有一些老人家 就跟她說 她說 我們八個人 跟著一堆 我們八個人 跟著一堆 她又不知怎麼辦 不知怎麼辦 之後 她又因為讀理科 就甚麼都不理 總之她每到清明 一些拜山時節 鬼節 就夢到這個人 講同一件事 然後跟她說 我們很迫 迫到頭都掉了 然後她說 甚麼事 發多幾次 就不到你不相信 有一次 這個博士 他就駕著一部車 在路線上開車 怎知道後面 就無端的被人泵了一泵 然後整個車 就打橫放紙 飛上那個博士 大難不死 就撞傷 然後她暈了 她暈了的時候 又夢到這個老人家跟她說 甚麼密密 我是誰 你老公 你老公那邊 怎樣怎樣怎樣 即是不認識的 這個老人家 沒見過 她說不認識的 幫幫幫忙 你是他們的媳婦 你是他老婆 幫幫忙 她又回想起 因為太害怕了 就這樣撞一撞就快死了 她說甚麼八、九個人 躲在一起 於是 就向她老公那邊 查了 查了 發現了 他們的祖墳 原來 放了其中一個地方 是她曾祖父的老爸 即是叫甚麼 曾祖父的老爸 太太公 曾祖父還要老爸 即是阿爺的老爸 阿爺的老爸 阿爺的阿爺 太太公 你阿爺的阿爺 然後她又去看 怎知道裡面真的有八個祖先 不同姓氏 即是男有女 即是撈亂骨頭 是 是 這尾了 跟著 那個 有個阿爺 那個 那個 就說 混在一起 他很辛苦 要逼去找早些 那誰是他 不知道 然後就拿了兩個聖輩 這件事在台灣 就是兩個聖輩 那便摘了 哪一副是哪個 然後就直接選出來 分好了 可以的 這件事是靠 然後 原來 那八個祖先位 就多了一副骨頭 即是說 有一個是沒有名的 就放在一起 有時候不奇怪 因為以前 誰搭誰 叔公 沒有子女 放上去 他不是我們這邊 放上去 就當我們這邊 這樣 我也有個親戚就是這樣 是嗎 對 自己後加上去 然後呢 當然搞到一鑊足 是嗎 我媽媽試過給 有一個 我也沒見過的親戚報夢 真是很恐怖 那件事 對 有機會有說 真的恐怖 即是 再說一次 真的很害怕 有一次 我跟我媽媽一起去大酒店 送一個親戚走 突然間 在靈堂那裡 我媽媽跟我說 喂 昨天 有一個 人報夢找你 死了的人 我說 在靈堂那裡 他說不怕 都是親戚 他說誰 我祖屋那裡 有一個柴房 是 柴房放了一個神主牌 那個神主牌 那個有母子女 為什麼要供奉她 那個是誰 那個就是 有一個孤母 我家祖屋是很重的歷史 是 清朝現在在這裡 不厲害 一百六多年有的 即是新界 不是 在純德 在純德 OK 然後那個 孤母就住在祖屋裡 我就賣不成 有她在這裡住 那個就是她老公 以前的 即是她老公 她老公寫了母子女 他又不好意思 放在我們那邊神主牌 他就在後面那間柴房 找個位置拜她 不知道是不是她沒有宵夜給她 那個 即是 我叫她姑娘 就報夢給我媽媽找我 叫我宵夜 那我就回去宵 一宵 裡面 那邊 吹一聲 風吹了 進去的柴房 嘔 一個船窩 外面扯進去 我那些三合院 嘔 那扯進去 嘩 你真的不要說不害怕 真的 零零射射 有時候燒東西 會發覺有些船窩 不斷吸 有時候沒有的 有時候你燒 你會感覺到 其實你自己每個人都有感覺 不一定是我們 劇法科師傅 我那一陣子 踏通天地線 因為我做鬼劇 我有燒給油魂野鬼 我一燒之後 可能就 小器 笑給我的人 笑給我的 會的 當然會 可能想報報給我 我報不到 報不到 我報給我媽媽 這樣 都害怕的 說了一件事 看看你有沒有意見 這件事 真是邪 現在這個圖片 爛了 被人打爛了 這個人 就是道母者 很嚴重 他找了四個人 在張化那邊 道母 道了22座母 拿了幾十萬台幣 然後恐怖 恐怖在這裏 他錢就拿到 有四個人道 他找了一個人 25歲的 姓吳的 叫做阿祥仔 另一個叫做阿靖 姓陳的 另一個叫做阿富 就27歲 三個人到處去道母 其中一個帶了老婆來 一起道母 那個吳安祥 即是途中這個 四個人道母 好了 當他賣光的東西之後 周圍道人都沒有 很折朵 他賣光的東西之後 嘩 這件事很恐怖 首先第一件事 剛才姓陳31歲那個 他父母和外婆 都一個月之內 就死了 然後另一個姓吳的吳安祥 和一個王炳虎 道母集團四個裡面 不是夫婦那兩個男人 死了 一個月之內 有沒有說怎麼死 有 有怎麼死 心臟病 全部都是突然間心臟病死 嚇死 心臟病死 嚇死 你說得對 可能就是嚇死 後來就被捕了 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是子孫 是剛才那個 看之前那個 這個就是戴著手扣 這個人就是死症種 還有他老婆 後來她說出來 幸好你捕了我們 如果不是我們也要死 為什麼呢 原來 那兩個死了的年輕人 二十多歲 死之前 看到有女鬼 她說 簡直不敢再度母 她和他老婆 自從度完母之後 不斷吵架 不斷吵架 三個月之後就分手 老婆勾老 然後呢 更恐怖 她說 那幫人死了 她兩夫妻 前妻跟她都很害怕 無端端有吵架 吵架之後就簽子離婚 她說有一次想起 她在度母的時候 有一個不是死了嗎 她在度度暇 死了那個 之前還沒死 在度母的時候 就跟她說 喂 快點走 她說 走什麼 怕什麼 快點走 她說 你見到鬼嗎 她說是 她說 在哪裡 她說 她一撥個毛 到的時候 看到旁邊的墳頭 有個女人 蹲在那裡 所以叫她馬上離開 然後 她當然就走了 之後 沒多久 那個人就死了 就死了 她說 看到她當時就嚇到面青 另外 另外一個死 連家人都死了 家裡的爸爸 連外婆 三個都相計 病死一個月之內 都是心臟病 那這些是否鬼拿命呢 這些當然有關係 這些一定有關係 這些 我們說出了殺 出了殺氣 其實我們有時候出去做事 為什麼有時候都要有些工具 就是說 有機會 因為我們有時候出去清殺 或者驅邪 那些 她都有她的能力 她回頭 譬如說 不夠她打 或者她本身也有些力量 我們可能會有些 中了殺也不奇怪 一樣有 他們這些普通人 再加上他們做的事 根本就是傷天害理 所以他們一定是奶殺的 另外 那個人 為什麼她不用死呢 後來也有想過 那些人 為什麼每個人都死 你們兩人都不用死 原來 為什麼她去杜母 剛才抓了那個罪犯 她家裡是會執骨的 所以她看起來 不如沒有錢的時候 不如走去執骨 可能她家裡幫人執骨 積下一點點東西 不如說 積下一點陰德 你這個混蛋 就坐牢算了 就留你一條生路 那幾個不行 那幾個沒有功德 他們要死 你不用死 可能她自己本身的人 都有個氣魂 所謂的運動都受完未盡 正所謂 不受陰間的苦 都要受陽間的罪懲罰 你說起陽受未盡 是 又有一件事 又要找你的老友 應該她又會來找你的 好 下次再說 休息一會